Hello, 你好, 又是我省家人 今次又和你去试试顶太风 这间餐厅, 上次我来过吃法国, 惊为天人 好像很好吃 亦和大家报道过, 有兴趣看这条片就知道上次吃什么 今次又是来吃下午, 不过打算吃其他东西 你知道, 除了台湾小食之外, 很多其他东西吃的 顶太风, 今次和你试试其他东西, 看看他的食物行不行 你好, 我是省家人 今次和你再来顶太风, 原本不想录, 不过见到有些东西真的挺好吃 没办法和大家录一下 记住, 它的 office hour 平时是11点 星期六日是10点半, 这道门相当大力才能开 不要以为是关门, 其实大力一点就可以了 顶太风就有两间, 今次我去这一间就在Brimley格亨廷活 这间店铺也挺多人来的, 所以不想和人逼, 他一开你便来 那开11点便11点来 虽然刚刚开门, 但你看到那些师傅已经密密手密密手地做 可能包点都要包定的, 那真的哪个order就谁立刻蒸 这道环境呢, 我觉得真的好过 Piway7那一间好多的, 你看看新一点 干净一点, 光芒一点 点菜相当之简单的, 得贴贴贴的, 好像喝茶那样的 吃小笼包呢, 当然要有些薑丝啦 薑丝再加点红醋 那就very very good 这个呢, 就是沙窝 烟毒线啦, 有些什么咸呀 奶白色呢, 肯定的汤很好喝, 很够味 你看多少肥肉, 叫咸肉, 又有很多菜啦 白叶, 白叶也有啦, 但是有没有什么其他料呢 不见有火腿的, 为什么 不见有火腿啊, 啊, 笋也有啦, 不知道一会儿吃了会不会见到有啦 这个烟毒线呢, 它就有鸣火呢, 帮你烧煮先的 那是肯定很暖的, 如果这大班人喝汤呢 那可能喝得了, 如果几个人喝呢, 可能分几次的 它可以保定, 一路正烟, 一路坐烟 所以呢, 个不错的 好了, 烟毒线又怎样呢 实际上应该, 烟毒线呢, 就有这个火腿的, 但是找着都不觉的 问我个姐姐呢, 姐姐都说是没有的, 那就OK啦 可能葛珠香川, 葛珠礼, 那些就不懂啦 不过正宗呢, 正宗呢, 就应该有的 那有些这样的, 上海菜啦 这些上海菜就不是鸡毛菜, 大大条的 有些的白叶啦 哇, 咦, 不是白叶要打结的吗? 它没有打结的喔 还有这些咸肉啦, 咸肉啊, 我见到很多啊 可能真的靠咸肉这些味道啦 还有些笋啦 笋也是挺好吃的啦 看, 我的一碗就差不多啦 那我试试汤味道先 看到呢, 都是奶白色啦 颜色呢, 我觉得挺好的 起码给你的感觉呢, 它就好足味道啦 吃起来都有一些鲜味的 那, 有些笋味啦, 笋味都挺出来的喔 那, 吃起来都挺好吃的喔 这个好喝啊 试试这些笋啦, 这个笋呢, 看看是否爽不爽 看起来就很爽了 小小的筋啦, 但是都是可以接受, 没问题的 味道都挺好的啊 通常我就不多吃笋的, 除了有5元笋之外 但是这一只呢, 大大只, 有不同的感觉喔 吃起来都挺好吃的喔, 加起来这个汤 嗯 原来要更正一下, 刚才呢 他是说 这些白叶呢, 打了结的, 真的是白叶结的 但是呢, 可能真的打得不实啦 摸上来的时候呢, 已经散开了啦 那没所谓的, 散和实都好啦 你拿起来一块都是这样吃的, 试试先 好吃啦 应该要有的味道也有齐啦 特别呢, 加起来的汤呢, 就很好喝的啦 经过一些的 老上海的分析呢, 他说 英督仙呢, 真的一定要有火腿 咸肉和鲜肉的 那三个东西最重要的 这里呢, 我主要呢, 都是看到咸肉的 又看不到有些什么鲜肉或者是火腿的 所以呢 所以呢, 看看你合不合心水啦 你可以来试下的 如果不是呢, 可以试下第二间 一些比较好一点的 例如是 阿拉厨房 阿拉厨房的那个烟狗仙呢, 就齐了料的 味道呢, 都很正路的 那如果想要烟狗仙呢 可以试下, 比较一下啦 看看我们有没有说错啦 那根据我家的文献解释 即是有人解释给我听啦 烟狗仙呢, 其实意思呢, 烟狗仙呢 烟狗仙呢, 就是这个火腿 烟狗仙呢, 就是这个咸肉 而鲜呢, 就是鲜肉 三样做在一起呢, 再加上白叶呀 冬笋呀, 那些 笋尖呀, 那些 笋尖呀, 就可以熬成这个汤的 所以这里呢, 如果只是看肉来说 它只得这只咸肉呢, 就差一点 我们觉得呢, 这个呢, 它应该加了一些 Cream呢, 或者加了一些牛奶呢 令它奶白一点 所以, 味道和方法呢, 就跟我们吃开的不同 那如果有兴趣的, 就可以试下, 没有兴趣呢 可以第二间试下, 这些正宗的 小笼包一下, 木正 样子呢 OK呀 好了, 看一下这个 慈名小笼包啦 啊, 轻轻顿着的头 没见到 冬着冬着的 就是 皮薄 餡胶啦 在那个影子呢, 都见到里面有汤底的 那最好吃呢, 就是加点燥, 试一试 嘘 加点燥 有不同食法, 有人呢, 整只 我呢, 就喜欢咬了 的头, 让些热气走了, 先的 因為頭部不好吃 與此同時湯還可以保持在裡面 我覺得還可以 放開後讓熱氣走一走 這樣就不會辣到 整個盤子來了 我不客氣了 它不會太熱 但裡面的肉味也足夠 湯不會過鹹 份量也不錯 所以一口一口是不錯 這口的蔥油餅一開四變成四九 好了, 蔥油餅 看一看 這隻比較傳統的蔥油餅 就不是有些 酥皮或很多層 都是一層 你看到蔥也不少 你翻一翻它的時候 味道不知怎樣 會不會很厲害的蔥味或很鹹 煎得OK 你看到兩面 顏色也是剛剛好 金黃色 現在有一點點深啡 所以是OK的 應該先不要裹它 嗯 應該蔥也要裹它 好夠味 這個 蔥味好夠 但我覺得稍微偏鹹了一點 如果它沒有那麼鹹 就好一點 這個就是牛肉麵 看起來它沒有什麼辣椒 都是一些正常的上海麵 牛肉麵 都是屬於牛腩的部分 就不是普通牛腩 有兩塊菜 所以看起來 味道應該挺足夠的 好, 嘗嘗這個牛肉麵 看起來這個牛肉麵 色澤相當對版 夠深色 也不會太多油 麵質又如何呢 上海麵質 先試試 好 OK 它 彈牙 都幾好吃 不會糊糊糊 起碼 蔥 脆了醬汁就會很好吃 它這裏的 蔥 這裏的 牛肉麵的湯 就不辣 所以如果你要辣 就自己加 牛肉就真是牛煎來的 這裏的 更正 原來是我們叫了小辣 如果你想多辣 就怎樣 自己加 這些辣椒油 這裏的辣椒油很厲害 看回牛腩 樣子不錯 厚 厚 厚厚 不是燈影的牛腩 這是一整米的牛肉麵 這個它這個真的 一整米的口 譚前展 今次剪 咬下去真的好軟 味道也好入 那就 好吃 加少少辣 應該會更加地氣味道 這咬下去 好過昨天吃 那個 台灣 嘩 食家說這裏的牛肉麵 比台灣麵更好吃 whether 要拍到一啪 當然 當然了,價錢來說又貴很多 加了少許辣味之後,會不會更加出色呢? 辣辣的,挑起了正味 牛煮真的不錯 吃起來的牛煮 真是剪,金錢剪就不是用腩 或者是普通牛肉 所以這個牛肉麵可以試一下 只要你不加辣也好 紅燒牛肉麵的味道也很足夠 真的要再說,這個金錢剪真的好吃 因為它一厘厘厘厘 你咬下去,它也不覺得很韌 或者很不夠味的感覺 很軟,味道也很足夠 所以真的好吃 這個是韭菜肉蒸餃 這是韭菜肉蒸餃 你能看到現在更光澤 因為我看到它太乾了 擺得更長了 這是我的問題 然後在我們的菸鍋鮮裡過一過 看起來會濕一點,應該舒服一點 尺寸來說,一隻蒸餃蠻大隻的 嘩,這麼多切 因為蒸,所以很明顯不會有煎的感覺 看看裡面怎樣,試試 裡面韭菜成分很多 也有湯在裡面 我覺得肉好像偏少了 因為差不多全部韭菜 肉的份量真的很少 味道,所以韭菜味很厲害 所以要記住,帶好薄荷糖 因為吃完之後,整口都是韭菜味 做薄荷糖,治理一下也好 這個就是鍋貼 鍋貼一刻就五隻 比蒸甲少一隻 但是它的份量,尺寸好像大一點 看看底部,底部可不可以 嘩,很難見,我沒有剩下 看下這隻比較便宜 顏色很漂亮 剛剛好,不會過火 所以待會先試味道 好了,這個鍋貼是怎樣的呢 尺寸跟蒸餃是很類似的 都是大小差不多 同樣,它煎都不是很厲害的 我覺得是低了一點 但也不錯的 看看裡面怎樣 怎麼樣 嗯 它的味道呢,比蒸餃好 起碼肉多很多 那一個就是,差不多吃全部的紫菜 這個差不多全部都是肉 也都有一些湯汁在裡面 差點流出來 味道呢,這個挺好吃的 大家都喜歡看我的牙癮 看一看 在肉裡面有一條這樣的絲 大家猜一下是什麼 猜到都不要告訴我 因為我不想知道 生煎包跟這個鍋貼 一客都是五隻的 看一下底部 看看煎得漂亮不漂亮 也是挺漂亮的 這一款會不會跟這個 老糧水煎包差不多呢 今天有時候有味道才知道 好了,這一個就是生煎包 看起來平平無奇的生煎包 反一反轉看見到 真是焦焦的 我覺得焦的份量 不是太厲害 焦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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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味會不會好點呢 不知道了 那食吧,味道不知道如何呢 裡面那些肉的麵包必然是兩它的硬 因為裡面有水 的 裡面不會有什麼湯的養 barrel 肉是純鮮肉 沒有什麼湯水 之前我們吃的老糧水煎包 裡面也有湯 這裡可能煎得不太厲害 湯水也放在包裏 味道調價得不錯 但是少了脆 這次就沒有上次那麼好 難了一點 但是也不錯 你看到裡面也有少許水分 少許肉汁 熟的程度是不是剛剛好呢 不要嚇我 我當是剛剛好 吃了不覺不知道 有時候這個世界吃太多 又未變好的 你不知不覺地過 你就會做人開心一點 這個就是正宗上海炒年糕 炒起來就沒有我們平時想太多的色素 它比較淺一點 味道不足夠 你看到有些蔥 應該有些齊菜 也是一些肉 還有年糕 基本上就是這些 好 看看這個上海炒年糕 材料都幾多 起碼我看到有些筍 它沒有用些豉油 或者是很高色素的 炒的 還有些什麼呢 還有一些 雪菜 這些應該是上海白菜 這些應該是雪菜 或者是齊菜 我不清楚了 肉絲 肉絲 有瘦有肥 就不是純粹一塊瘦肉 那些肉 我想都是選過的 你看到這裡有一支 是肥肥的 所以肯定有很多油 看起來都幾光澤 吃起來怎樣 它不會偏淡 它是偏淡的 你連上菜吃就會好一點 如果正食的年糕就會偏淡 很香 清淡的這個也不錯 試一些筍 這個筍比起剛才 煙督鮮的 它又比較硬一點 可能那個 部分不同 或者它很嫩的 就用來做這個湯 現在比較硬一點 切絲 用來做這些 這樣就不多過 總括來說 這個 這個 淡淡的也不錯 當然有些肥肉 屎屎肥肉 肥肉真的很肥 但是真的很棒 好 跟正 原來這一個 就是叫做 雪菜肉絲炒年糕 難怪我看到這些 因為我不知是否齊菜 原來是雪菜 那就對 不是上海炒年糕 所以沒有色 都是對的 所以是我問題 它沒有問題 好了 結束了 看看帳單 小籠包10元99 我覺得價錢 可以接受 但是這次煮得不太好吃 所以打了折扣 韭菜蒸餃 我覺得大隻了 韭菜多得 肉就少一點 可能叫韭菜蒸餃 即是用韭菜做 11個鮮肉 我覺得偏貴 鮮肉的波貼 味道挺好的 肉也很多 都是那句 煎就差了一點點 如果煎得硬一點 脆一點就更好 生煎包同樣的問題 如果煎多一點會好一點 蔥油餅 6.75元 我覺得不錯 挺好吃的 反而這個紅燒牛肉麵 有點出眾 味道相當濃郁 而且金錢剪相當軟 相當好的 煎督鮮 22.49元 我覺得 真的算是這麼多 我之中 比較差一點點 起碼它的材料 不是我們一般吃的煎督� 缺少了火腿 金華火腿 還有這個鮮肉 如果有齊三隻肉 再加上這個 筍尖 可能味道更加出 所以這個我覺得 還是比較差一點點 雪菜炒年糕 清清的 其實挺好吃的 不用經常吃上海年糕 上海年糕的味道相當濃郁 這個清清的 雪菜炒年糕是比較好吃的 19.25元 總數是109.2元 但是因為給現金 可以有10% discount 便宜完之後 告訴你 算上這個HST 總數是111.5元 111.05元 嘩,很難說 當然 未計算貼士 它都會提提你 所以隨量你喜歡給多少 貼士給多少 總結來說 今次的頂太風食 這個感覺是很壞參半 壞的是那些食物 煎得未必夠香 是否因為爐味夠熱 師傅未睡醒 還是那些菜未做得好 我不清楚 但是如果煎久一點 就會好些 特別那個醃篤鮮 真的給我一個大打的折扣 其他東西 雪菜炒年糕 甚至這個紅燒牛肉麵 都相當好吃的 所以來到這裏 每次都有新的感受 當然啦 Overall的感受都蠻好的 而且現今還有糾折 所以如果你要來的時候 真的可以來試一下 看看你的感受又如何 好,我是坑家人 下次和你再找個正東西吃 好了 這條片就到這裏 請大家訂閱 點讚 留言 分享給你的朋友 就是這樣 下次再見 拜拜 在影片下方 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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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